周群可以说是老郭的低谷时期中的一位智角 那时的郭德纲还没有出名 为了维持德云社的生计 他便去了安徽卫视应聘当主持 那时的周群已经成为了安徽卫视的知名主持 与郭德纲一同主持着超级大赢家 以周群的情况必然是主咖之一 郭德纲却是只能念念广告 并且都排不上镜头的小绿印 但周群经常会为郭德纲争取表现自己的机会 那时的郭德纲为了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便去接了橱窗秀的节目 在透明的玻璃橱窗里待够48小时 吃饭睡觉都在里面 并供人观看 想想也能知道这个过程是多么的艰苦 路过的周群看到这一情况 让他感到了无奈和心酸 在结束这一痛苦旅行之后 周群为他送来了水和盒饭 问他 你就这么缺钱吗 郭德纲回答道 我是讲相声的 需要钱 或许是被他这股坚持不懈的毅力所打动 在后来的工作里 周群会到处帮郭德纲拉活 尽可能地为郭德纲争取到更多的展现机会 在一次的工作完成后 郭德纲坐在楼道里扒盒饭 路过的人评论都说他红不了 周群听到后为此愤愤不平 并会替他反驳回去 郭德纲曾说过 周群是他一生的贵人 是他在我最落魄的时候帮助我 以前我真的过得很困难 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 从这段话中 我们足以看出 郭德纲对于周群在自己低谷时期的帮助 所报以的感恩之情 大鹏站起来说我捧红了德云社 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如果说谁捧红了郭德纲 那么这个人一定非康大鹏莫属了 郭德纲自己也曾说过 在捧红德云社这个任务中 大鹏一定是最大的功臣 大鹏原是北京人民广播电视台 文艺广播开心茶馆的节目主持人 开心茶馆作为一档文艺节目 一直在寻找并播出有趣的相声段子 但播出的那些段子 翻来覆去都已经老掉牙了 为此大鹏也开始踏上了 寻找新的相声素材之路 最后在广德楼里 他发现了郭德纲 德纲社的初期 近况很是困难 同时受剧场的原因也火不起来 是大鹏收录了他们的相声 然后通过电波将相声传播出去 中国广播第一大受众群体是出渡车司机 其次第二大群体就是乘坐出租车的乘客 通过这种病毒式的传播 让人们迅速的了解到了郭德纲 也让人们知道了德纲社 他们的观众 从一开始的几十个到后来的作物缺席 因为电波的传播 德纲社迅速的火了起来 大鹏也因为播放德纲社的相声 遭到他人的不满与诽谤 好多人都喊 我捧红了郭德纲 到底谁捧红郭德纲呢 其中之一是大鹏 他这么多年来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默默无闻发自内心 播我们的节目啊 做这个预告啊什么的 当然也因为我们得罪了一些个同行 为了我们哀骂 为了我们在工作上受排挤 更夸张的是 他们还造谣起了大鹏的性取向 这人谁听了都得摇头叹一句 太离谱了 尽管造谣到如此程度 大鹏都不把他们放在心上 老郭从未忘记他对自己的恩情 两人之间谦让的相处 让他们至今都是身交好友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让郭德纲抱一感激 我敢说他跟侯雅文一句都没学过 他都是跟我学的 忽然间都这样 出了个叛徒 我心里不能不逆别吗 郭德纲曾被人介绍向杨智刚学习相声 那时 杨智刚时任洪桥区文化馆馆长 又试成相声大师白全福 郭德纲对于自己能够碰上这样的一位老师 自然是兴奋不已 但当时的杨智刚属于是在国家机关任职 他认为公开让郭德纲叫自己师父不太合适 所以两人之间并没有正式的拜师一事 并且 杨智刚对于自己与他的师徒关系也模棱两可 虽然郭德纲跟随他学习了七年 事实上真正学习的时间并不多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帮助工作 后来的做假账事件也成为了两人之间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当时杨智刚让他帮自己装修房子 事后的费用开票馆长签字 由文化馆报销 郭德纲看到事情还能这样处理 便也动起了心思 他想让文化馆报销自己的装修费用 结果可想而知 馆长大发雷霆 于是他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 伪造 按照郭德纲的话 自己其实挪用的只有3100元 但事情完全败露后 在杨智刚的口中 事情就变了味儿 3100元变成了1万元 他想将郭德纲推出去 两人为此还闹上了法庭 或许在后来的时间里 郭德纲还曾承认过杨智刚是自己的师傅 但后来的一件事 彻底让郭德纲寒了心 有一天 范真玉大师问杨智刚 范先生问 郭德纲是女徒的吗 范先生说 也是也不是 这个话反过来之后 我很伤心 在后来 金文生先生收郭德纲为徒 杨智刚也是百般阻拦 不久 金文生先生又收我 收我学什么评书啊 什么传统快书啊 杨先生又打过电话去 具体说的什么我没听见 但是从金先生 我悉尼的话里 我听得出来 不会说我好 这让郭德纲终于明白了 杨智刚对自己的态度 并彻底不再把他当是自己的师傅 郭德纲这一生尊师重道 会记得他人在自己困难时期 帮助自己的恩情 在自己有能力后 也会尽可能地回报他们 但也并不是所有人会为值得感恩